秀金高中时是公认的校花,拥有无数的追求者,但她每次都用同样的借口表示拒绝,一般人都会就此放弃,可与众不同的万数通过一年发奋图强的学习,真的考上了首尔大学法律系。 秀金只能遵守承诺答应和万数交往,万数大学刚毕业就准备和秀金结婚,在新娘入场的时候,秀金看着万数肥胖的样子,一想到要和万数生活一辈子,心中萌生的退役。 秀金穿着婚纱逃到了机场,她决定和富二代追求者一起出国,万数想通过电话挽留秀金,秀金却说了一番无比绝情的话。 没有你,我会死 那就去死啊 悲痛欲绝的万数,发誓一定要成为让秀金只能仰望的来人。 八年时间一化而过,万数从三百多斤的胖子,变成了拥有帅气外表的顶尖高尔夫选手,个人资产超过了五十亿,开着豪车住着豪宅。 而秀金却成了一个没人要的大龄圣女,做着珠宝销售的工作,还要看高中时的跟班英派的脸色。 秀金还没放弃嫁入豪门的想法,她让毕书暗中操作,把她嫁入了贵族单身俱乐部。 秀金在相亲的酒店,刚好遇到了万数。 万数一眼就认出了秀金,秀金却只知道眼前的男人,是最近很火的高尔夫选手卡尔。 完全没有联想到万数,相亲对象不留情面的羞辱秀金,说秀金就算马上结婚生孩子,都算是高龄产妇了。 这让秀金非常气愤,而目睹这一切的万数只觉得很解气。 为了报复秀金,万数决定加入贵族单身俱乐部。 毕书得知卡尔就是万数,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秀金。 秀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决定倒追万数。 可现在追求万数的明星演员都不计其数,秀金已经毫无竞争力了。 为了在同学聚会给万数留下个好印象,他开始运动家节食减肥。 但只坚持了三天他就放弃了,然后买了一条束腰,这才穿上了小一号的礼服。 秀金在万数面前把自己包装成了事业有成的女总裁,还谎称自己有很多追求者,想用这种方式来勾起万数的兴趣。 但他并不知道,万数现在只想报复他。 万数把秀金被相亲对象羞辱的场景描述了出来,秀金顿时尴尬得无地自容。 他知道常规手段无法打动万数,对着万数的嘴唇抢满了上去。 以前的万数对这一招毫无抵抗之力,但现在的万数内心却毫无波动。 万数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追出来的秀金突然晕了过去。 原来是秀金的树腰带太紧,导致血液不流通才会晕倒。 秀金醒来看到万数在病床前守着他,自作多情地以为万数很担心他。 万数却只想迅速交完医药费离开,不想再和秀金有任何交集。 秀金为了得到万数的联系方式,对万数穷追不舍。 结果医院的门刚好出了故障,秀金和万数被锁在了里面。 很快万数就被认了出来,人们对着万数和秀金一顿拍照。 秀金还不忘摆着各种姿势,然后趁着万数没办法逃跑。 他装作很真诚的样子,对万数说了一堆煽情的话。 但万数现在不会轻易相信秀金了,他无情地告诉秀金, 遇见秀金就是他这辈子最倒霉的事。 秀金没想到万数的态度那么坚决,但他还是不想轻易放弃。 万数和秀金的黑文被登上了报纸,秀金又感觉机会来了。 他拿着万数以前写给他的承诺书,想让万数遵守承诺,重新接受他。 但秀金这样的举动,只会让万数对他越来越反感, 因为这让万数想起了他以前卑微的样子。 万数决定对秀金展开报复。 秀金突然收到万数公开赛的门票,他开心地以为万数对他产生动摇了。 但他并不知道一场阴谋正在等着他。 秀金的鞋跟不小心卡在了电梯门里, 雨达及时出现,帮秀金把鞋子拔了出来, 这让秀金对雨达的第一印象非常好。 万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露出了得逞的表情, 因为这都是万数安排的。 他想让雨达伪装成富豪接近秀金, 然后狠狠地报复秀金。 万数在秀金面前, 把雨达包装成了赞助他的大企业家。 秀金看雨达的眼神,顿时发生了变化。 当他得知雨达的资产高达上千亿, 是万数资产的十几倍, 他兴奋的双眼都冒出了光。 万数知道秀金已经上钩了, 他在预赛结束的宴会上, 再次邀请秀金来看他明天四点的政策, 还故意说只邀请了秀金一个人。 秀金开心地以为万数慢慢地接受他了, 可很快他就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万数和经纪人在秀金面前演戏, 说万数的资产全部输光了, 现在就是个穷光蛋, 就连训练的费用都是用的银行贷款。 还故意问秀金不会因为这个对万数失望吧? 秀金表面上说着不会, 内心却已经陷入了纠结。 就在这时, 宇达提出要送秀金回家, 秀金想到宇达是资产上千亿的富豪, 毫不犹豫地上了宇达的车。 秀金还主动提出去喝泽的建议, 他看到宇达点的酒一瓶都要上千万, 对宇达富豪的身份深信不疑。 万数通过电话指导宇达, 做了一堆在秀金眼中很加分的事。 最后, 宇达又送给秀金一枚宝石戒指, 约秀金明天四点一起去看舞台剧。 两个条件优秀的黄金单身汉同时约秀金, 秀金还以为他人生中的春天要来了, 但他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万数的报复。 因为邀约的时间都是四点, 秀金陷入了纠结, 但他一想到万数现在靠贷款活着, 还是决定选择宇达。 在去约会的路上, 秀金做了个万数和宇达为他争风吃醋的梦, 导致他直接坐过了站。 他赶到和宇达约定的地点时, 舞台剧都已经结束了。 秀金笑着和宇达表示歉意, 宇达却冷漠地离开了, 然后把得逞的消息告诉了万数。 而秀金又想回头来找万数, 还厚着脸皮闯入了万数的房间, 可万数已经看清了秀金的真面目, 他直接冷漠地让秀金离开。 万数就是想让秀金尝试下被抛弃的滋味, 可秀金还不愿放弃, 直接跪在了万数面前。 秀金买脸真诚地跪在万数面前, 万数以为秀金又要对他说一堆虚情假意的话, 结果秀金并没有打算挽回万数。 秀金的话彻底激怒了万数, 他没想到秀金的脸皮可以厚到这种地步, 万数决定对秀金将计就计, 他让宇达用尽一切手段, 俘获秀金的芳心, 让秀金死心塌地地和宇达结婚, 然后在婚礼当天再把秀金掏弃。 如果宇达能完成这个计划, 万数就把这栋海景别墅送给宇达, 他要把之前秀金对他造成的伤害全部还给秀金。 万数告诉秀金, 他可以给秀金和宇达牵线, 但条件就是每周要来当三天的保姆。 秀金为了钓到宇达这条大鱼, 只能答应了万数的条件。 万数一上来就把工具扔在了秀金身上, 让秀金清理马桶, 因为秀金高中时就经常让万数 帮他执日去打扫女卫生间, 导致万数没少儿女生纳。 秀金打扫得满肚子活, 而更让他气愤的是, 万数养的宠物狗的名字, 就是秀金的小名金金。 秀金强忍着怒意叫出了狗狗的名字, 内心已经把万数狠狠地骂了一顿。 万数看到秀金的样子就觉得解气, 他把醉脏的活胶给了秀金, 让秀金给金金做肛门疏通。 一天熬下来秀金只觉得身心俱疲, 宇达突然打来了电话, 约秀金明天中午吃饭, 秀金顿时感觉活过来了。 一次给金金倒了两顿的狗粮, 秀金就跑去美容面做造型, 还非常得意地和闺蜜的炫耀, 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耍得团团转。 秀金和宇达的约会结束, 发现金金不见了, 他对万数谎称父亲生病才出去了一趟, 万数看到秀金为了寻找金金, 脚后跟踪磨破了体, 不自觉地对秀金产生了一丝动摇, 可很快他就打消了动摇的念头, 因为宇达揭穿了秀金的谎言, 万数这才知道秀金是去和宇达约会了。 秀金的一再欺骗让他非常气愣, 万数撞见秀金因为钻戒被退回, 训斥手底下的职员大顺的场面, 他直接花五百万买下戒指送给了大顺, 让秀金在职员面前丢了面子。 万数送戒指的举动让秀金非常生气, 他知道万数是为了弃他, 才会做出这种举动, 因为大学时万数用兼职几个月的工资, 给秀金买了一枚戒指, 秀金却嫌万数买了戒指图, 对万数畏言相向, 还直接把戒指扔了。 万数见自己的小心思被戳穿, 但他又不想在秀金面前丢了面子, 就谎称自己喜欢大顺, 现在正在追求大顺, 而这一切刚好被大顺听见。 但万数并不知道, 秀金扔掉那枚戒指, 只是想让万数好好学习, 别再把心思放到尖枝上面。 至于那枚戒指, 秀金也偷偷捡了回来, 一直保留至今。 秀金想把气撒在大顺身上, 处处挑毛病来训斥大顺, 让大顺把刚擦过的玻璃重新再擦一遍, 大顺沉浸在万数说喜欢他的喜悦中, 无论秀金怎么训斥他, 他都露出笑脸答应着, 这又让秀金更加生气了。 宇达送花给秀金, 想邀请秀金一起去旅游, 秀金收拾行李的时候, 不小心把万数送的戒指也装进了包里。 大顺对万数欲擒故纵, 表示戒指太贵重, 他也不是可以收戒指的关系。 还故意说出秀金和宇达去旅游的事, 万数决定带着大顺去度假村弃秀金, 宇达看见拿着海产品的当地居民, 出手阔绰地买下了海产品, 居民对宇达称赞有加, 这让秀金对宇达的好感又增加了。 而这两个居民其实是宇达安排的演员, 万数装作和秀金偶遇的样子, 秀金又一次猜到了万数的心思, 他内心毫无波动, 可大顺说的话却把他气得不轻, 他说不要太在乎你, 我可以大方地喜欢他。 秀金直接表示要和宇达留在这过夜, 可他把明天工作的文件交给大顺时, 万数送的那枚戒指刚好从包里掉了出来。 秀金慌乱地表示只是款式一样, 万数在返程的路上越想越乱, 最终还是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度假村, 秀金三杯啤酒就喝醉了, 拿着灭火器当吉他, 还把灭火器对着万数喷了万数一脸, 万数好不容易才把秀金安抚好, 秀金在不省人事前, 说出了隐藏已久的真心话。 秀金对万数真情流露, 表示自己很后悔八年前逃婚, 这番话触动到万数的心, 他深情地看着秀金的脸, 就在这时秀金的眼睛突然睁开, 老万数吓了一跳, 秀金紧紧地环抱住万数, 到家了都不肯放万数走, 还把万数的帽子当成了垃圾桶, 吐得万数全身都湿, 万数被迫在秀金家住了一晚, 秀金清醒后看到万数才意识到, 是万数把他送回了家, 秀金闻了闻自己身上的味道, 瞬间一阵甘恶, 他让弟弟把万数支开, 偷偷跑去日市洗了个澡, 这才故作惊讶地和万数打招呼,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万数一眼就看穿了秀金的小心思, 他不打算给秀金留面子, 帮秀金把喝醉后做的糗事都回忆了一遍, 秀金尴尬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大顺租的是秀金家的空房间, 他看到万数和秀金同时出门, 心里又开始不平衡了, 万数在秀金打扫的时候, 总是不自觉地看向秀金, 而秀金也总被万数吸引, 两人四目相对, 产生了一丝微妙的感觉, 秀金想让万数教他打高尔夫, 秀金笨手笨脚的样子, 万数实在看不下去, 直接手把手教秀金, 突如其来的肢体接触, 让万数和秀金都产生了异样的感情, 万数当即停止了对秀金的教学, 报纸上突然出现万数和大顺的绯闻, 大顺明知道门外堵着一堆记者, 还故意把万数送给他的戒指戴上, 展示给记者们看, 极端的粉丝把鸡蛋砸在了大顺身上, 万数及时出现带走了大顺, 但他并不知道这都是大顺的计谋, 大顺故意在万数面前装可怜, 说自己会和记者说清楚, 是他对万数死缠烂打, 不会让流言影响到万数, 大顺成功博得了万数的同情, 为了解决这件事, 万数决定邀请大顺参加几天后的生日会, 可当秀金问万数和大顺说了什么时, 大顺却对秀金说谎, 我们已经决定正式交往了, 秀金被大顺的话起到, 而更让他愤怒的是, 万数给大顺寄来了一件漂亮的礼服, 大顺看着礼服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经过一番精心打扮, 再穿上万数寄来的礼服, 万数看到如同换了个人一般的大顺, 顿时感到无比惊艳, 万数带大顺出席生日会,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大顺身上, 对大顺说了一堆赞女的话, 风头都被大顺抢走了, 秀金感到非常不爽, 大顺看着秀金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万数因为产生了动摇, 想让雨达修改报复计划, 但他们没有发现, 大顺正在偷听他们的对话, 为了让秀金不再动摇万数, 大顺又欺贴秀金, 表示万数想撮贺雨达和秀金结婚, 还假惺惺的劝秀金接受雨达, 这样秀金就不会和他抢万数了, 然后大顺又在万数面前演戏, 哭着表示自己得知了万数输光财产的事, 大顺顺势扑到万数的怀里, 而这一幕刚好被秀金撞见, 秀金本想悄悄地转头离开, 却不小心扭到脚, 发出了响声, 他顿时无比尴尬, 只想迅速离开, 可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 就是秀金厌恶的妈妈, 秀金妈想让万数和秀金复合, 他强行把两人的手放在了一起, 表示万数应该感谢秀金, 如果当年你跟秀金真的结婚了, 你会去美国成为一个优秀的高尔夫选手吗? 大顺被秀金挖的话气坏了, 秀金就直接把妈妈送上了出租车, 还让妈妈永远别再出现, 因为妈妈在秀金很小的时候, 就抛弃了他和爸爸, 所以秀金现在对妈妈只有恨意, 秀金撞见送大顺回家的万数, 他问万数真的在和大顺交往了, 为了气到秀金, 万数冷漠地表示不关秀金的事, 大顺也故意在秀金面前, 用装出来嗲嗲的语气和万数通话, 而更让秀金崩溃的是, 他妈妈厚脸皮地跑回了家, 还表示要和爸爸复婚, 而爸爸也离谱地答应了, 可晚上追债的人就找上了门, 秀金表面冷漠地让对方把他妈妈带走, 被地理又自己承担了妈妈的债务, 千兰还款协议的秀金崩溃地哭了起来, 而这一幕刚好被万数撞见, 万数又对秀金产生了一丝怜悯之心, 因为万数的缘故, 店里的业绩全被大顺抢走, 秀金大不得已在路边卖起了零食, 结果被急迟的货车压倒, 十根脚趾头同时骨折, 就在秀金为医药费发愁的时候, 宇达直接把秀金爸安排到了头等病房, 秀金对宇达十分感激, 可他在上洗手间时, 却听到了一个让他感到意外的消息, 高尔夫选手卡尔, 听说是哪个人亲自打电话来的, 秀金意外得知, 是万数帮他爸爸搞定住院的事, 这和宇达告诉他的不一致, 他想给万数打电话问清楚, 可大顺在万数不知情的情况下, 自作主张地跑到了万数家, 他看到秀金打来的电话, 偷偷把万数的手机关机了, 秀金本来并不在意, 可夜深了还不见大顺回来, 他突然诞生了一个不好的想法, 秀金拨通了大顺的电话, 大顺的电话也是关机状态, 原来是下大雨的原因, 万数让大顺留在别墅过夜, 他睡客厅的沙发, 经过一夜的煎熬, 秀金忍不住赶到了万数家, 结果刚好撞见穿着浴袍的大顺, 心中的猜想得到了证实, 秀金顿时感觉很难受, 大顺又谎称他和万数同睡一张床, 现在万数刚好出去沉练了, 秀金有什么事的话, 他可以帮忙转告万数, 秀金尴尬地表示拒绝转身离开了, 宇达准备正式向秀金求婚, 他还故意邀请了万数, 然后当着万数的面, 拿出了几张国外高档珠宝店的照片, 骗秀金说自己为了秀金收购了这家珠宝店, 只要秀金答应他的求婚, 办完婚礼后就可以和他去国外生活了, 万数以为秀金至少会考虑一下, 结果秀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宇达开始带着秀金选结婚的衣服, 租婚礼的场地, 还打算请一大根演员扮演上流人士, 万数和秀金八年前的事被添油加醋地爆了出来, 秀金得知爆出这件事的人是赞宇, 他直接冲到了赞宇的公司, 赞宇就是他八年前逃婚, 一起出国的富二代追求者, 秀金想让赞宇撤回对万数诋毁的报道, 赞宇却完全不搭理秀金, 秀金气愤地拉着弟弟一起, 在网吧切换多个账号, 发表了公鸡赞宇的言论, 可很快他们就被警察当场抓住, 万数的经纪人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被抓了过来, 万数问秀金维护他的理由, 秀金不想让万数知道他和赞宇之间的事, 所以选择闭口不谈, 可万数还是一眼认出了赞宇, 而大顺得知秀金的时候, 故意在秀金八面前献殷勤, 他想通过秀金蛙让万数和秀金断绝联系, 可秀金蛙无意间说出了八年前秀金的真心, 为了搞清楚八年前的真相, 万数用独家专访和赞宇交易, 这才从赞宇口中, 得知了秀金当年虽然和赞宇上了飞机, 但途中秀金坦白了他爱的人是万数, 他只是看中了赞宇的条件, 所以秀金合在宇缸下飞机就结束了, 万数不敢相信秀金在八年前就爱上了三百多斤的他, 他决定直接找秀金问清楚, 大顺得知秀金请假去看万数的比赛, 表面上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转头就让宇达去接秀金, 万数想让秀金留下, 表示有很重要的话要和秀金说, 秀金却还是上了宇达的车, 但他很快就动摇了, 找了个借口回到了万数面前, 万数问秀金在宇说的是不是真的, 秀金并没有否认, 这次秀金想执念自己的内心, 表示他从始至终爱着的都是万数, 万数的心被秀金的话触动, 但他还是觉得秀金很可笑, 因为秀金每次的选择都不是他, 他觉得秀金的真心根本不值一提, 秀金被万数绝情的话伤到, 为了转移痛苦, 他一个人吃完了三人份的食物, 还一口气喝了好几杯啤酒, 结果直接被送进了急诊室, 医生发现了可以摸得到的硬块, 告诉秀金很有可能是肠癌, 秀金用告别的语气和家人们打了一通电话, 然后通过留言对万数吐露了真心, 可秀金的检查结果只是普通的肠胃炎, 秀金瞬间想到自己给万数的留言, 他急忙赶到了万数家, 巧的是万数的手机昨天刚好坏了, 现在正在维修, 万数想停止对秀金的报复计划, 可宇达却不愿意停止, 因为他真的爱上了秀金, 宇达带秀金挑选好了婚纱, 很快就到了两人结婚的日子, 万数本来不想去参加这场婚礼, 可他意外听到了手机里的录音, 万数情绪激动的让宇达取消婚礼, 我会真的跟他结婚, 秀金只要完成这场婚礼, 就能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了, 但他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爸爸让秀金遵从内心的选择, 秀金终于想通了, 他不想再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 转身讨出了礼堂, 秀金正好和赶来的万数相遇, 秀金表示他这次要坚定的选择 万数, 他愿意和万数共同承担债务, 还完债务就和万数结婚, 万数直接用行动回应了秀金, 秀金不敢相信如此现实的自己, 会为了万数放弃身价千亿的富豪, 但他丝毫不觉得后悔, 大顺想从秀金手中抢回万数, 他告诉宇达, 自己已经知道了万数的报复计划, 也知道宇达真的爱上了秀金, 在大顺的劝说下, 宇达决定和大顺联手拆散秀金和万数, 万数纠结要不要向秀金坦白报复计划的事, 宇达就主动找到万数, 表示自己会把这件事告诉秀金, 想用这种方式来让万数主动退出, 万数决定主动和秀金坦白, 可宇达还是比他先到一步, 宇达本想直接告诉秀金真相, 可看到秀金提起万数幸福的样子, 他最终还是不忍心说出真相, 万数决定带秀金去旅游, 然后找机会坦白报复计划的事, 可半路上车子突然没油了, 他们只好先找一户人家借宿, 秀金刚洗完澡, 就用心的写着偿还债务的计划, 大顺得知万数和秀金万数的事, 顿时感觉非常气氛, 万数鼓起勇气想和秀金坦白, 大顺的电话却突然打了过来, 大顺假惺惺的说万数和秀金般配, 祝福他们复合, 目的就是想让万数过意不去, 秀金借机问万数, 他留大顺过夜那天有没有发生什么, 万数简单的说了句没有, 秀金就选择无条件相信万数, 你不是不会对我说任何的谎话吗? 正让本想坦白的万数再次陷入了纠结, 等到秀金睡着后, 他才敢对着秀金说出真相, 秀金看大顺心情不好的样子, 特意为大顺做了早餐, 可转头大顺就把秀金准备的早餐倒掉了, 到饭店狼吞虎咽了一番, 然后他又精心打扮, 约万数在秀金回家的必经之路见面, 大顺又在万数面前装可怜, 表示自己这几天岂时难安, 我想请你跟经理分手, 我没有办法看到两位在我面前, 那种幸福的样子, 但万数还是明确地表示, 他爱的人只有秀金, 大顺气愤地用报复计划的事来威胁万数, 万数瞬间变得慌张起来, 大顺看到下班回来的秀金, 又想到了一个阴招, 大顺看到秀金朝这边走来, 装作情绪激动地让万数别和秀金坦白, 他也会对秀金隐瞒报复计划的事, 而他们的对话果然被秀金听见, 秀金追问是什么秘密, 大顺又表现得很慌张的样子, 我跟卡尔先生之间, 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所以我希望经理不要误会我们, 但秀金现在无条件信任万数, 不会被大顺的小伎俩欺骗, 老板拖欠四个月的工资, 一心想替万数偿还债务的秀金, 用零食收买了一堆小朋友, 把老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万数得知这件事后, 直接以朋友昌吉的名义, 收购了秀金工作的珠宝店, 一次结清了所有工资, 大顺看到昌吉对秀金官赵有加的样子, 顿时猜到昌吉和万数有关, 秀金一拿到工资就给万数买衣服, 还请万数吃烤肉, 剩下的80%都用于给万数还债, 这让万数非常感动, 他决定再次向秀金求婚, 可大顺却又想拆散他们, 大顺再次找到宇达, 让宇达去告诉秀金, 万数对秀金进行报复计划的事, 但他并不知道, 宇达已经决定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 他不想让秀金受伤, 冷漠地让大顺以后别再联系他了, 大顺不肯就此罢休, 他让计程车司机偷偷跟在宇达后面, 知道了宇达现在的住处, 然后趁着秀金不注意, 偷偷拿走了秀金的手机, 再把秀金的手机交给了宇达住的公寓的保安, 秀金拨打了自己的号码, 得知了手机的位置, 大顺就找准时机, 用谎言把宇达填下了楼, 这刚好被取回手机的秀金撞见, 宇达还想解释自己住在这里的原因, 秀金却瞬间猜到了宇达假富豪的身份, 他想让宇达解释清楚, 宇达还是想让秀金自己去问万数, 得逞的大顺比秀金早一步回家, 然后故意表示自己知道所有真相, 只是怕秀金受不了打击, 所以没有告诉秀金, 在秀金的逼问下, 大顺说出了万数策划报复计划的事, 还骗秀金说万数和他复合, 也是复仇计划的一部分, 到最后万数还是会抛弃秀金, 秀金顿时感觉无法接受, 但他还是不会轻易相信大顺的话, 他要亲自找万数问清楚, 万数还在为接下来的求婚感到兴奋, 但他并不知道风暴正在等着他, 万数本想和秀金求婚, 秀金却质问万数复仇计划的事, 他希望从万数口中听到否定的答案, 可万数知道无法再隐瞒秀金了, 他并没有否认复仇计划的事, 秀金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要和万数结婚了, 但听到万数亲口承认报复他的事, 他终于体会到万数之前被抛弃有多痛苦, 但他还是无法原谅万数对他的欺骗, 不给万数解释的机会, 直接和万数提出了分手, 秀金崩溃地哭了一整夜, 看到体重秤上的数字更绝望了, 我哭了超过十个小时, 万数想找秀金解释清楚, 求得秀金的原谅, 大顺看到万数找来店里, 又故意让万数给秀金一点时间, 别再来找秀金, 他会帮秀金做思想工作, 然后大顺转头就骗秀金, 表示万数对秀金的爆火还没结束, 大顺把秀金和万数的事告诉了宇达, 想让宇达去追秀金, 万数上网查了很多哄生气的女友的办法, 自信地跑去找秀金, 结果刚好撞见秀金和宇达见面的场景, 秀金看到万数就冷漠地离开了, 宇达也趁机嘲讽万数, 说万数连他这个刚认识的朋友都比不上, 万数的爸爸突然回国, 当万数爸得知万数又一次被秀金拒绝, 他气愤地让万数马上和他去国外, 万数想在离开前最后争取一次, 他对秀金死缠烂打, 可秀金还是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万数就这么在店里等到秀金下班, 他终于说出了自己马上要出国的消息, 还表示就算报复, 也要把秀金留在身边报复一辈子, 秀金却以为万数和大顺说的一样, 还没停止对他的报复, 对万数说了一堆绝情的话, 我抛弃你是对的, 万数摘下了他和秀金的情侣戒指, 打算彻底整理掉对秀金的感情, 很快就到了万数出国的日子, 秀金看着喜剧节目, 故意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可他看到万数八年前写的承诺书, 心里一阵脚痛, 秀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万数了, 英爱却找借口把秀金骗了出去, 万数奇迹般的出现在秀金面前, 原来万数在去机场的路上掉头了, 他还是不想放弃秀金, 万数想让秀金变回之前的样子, 他不介意秀金只看中他的资产, 只希望秀金可以回到他身边, 可秀金还是无情地表示拒绝, 因为在秀金眼中, 其他男人不能和万数相提定论, 万数爸得知万数来找秀金错过了飞机, 气愤地跑到秀金家, 万数爸觉得是秀金在纠缠万数, 和秀金的爸妈大闹了一番, 这让万数彻底无言面对秀金了, 万数决定放下秀金, 改签后天的机票出国, 大顺还想趁机挽留万数, 却被万数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秀金因为万数离开的是失眠, 他想去店里画设计图, 大顺正拿着相机偷拍秀金的设计图, 这一幕刚好被秀金撞见, 秀金这才意识到, 在他面前装作很善良的大顺, 其实是个心机深重的女人, 大顺被抓现行无法辩解, 承认是因为妒忌秀金才会做出这种事, 他会主动离职的, 秀金突然觉得大顺在他和万数之间耍了手段, 可大顺却死活不愿承认, 秀金妈最近老是忘事, 检查发现秀金妈得了老年痴呆, 本来无比痛恨妈妈的秀金, 现在却怎么都恨不起来了, 秀金只是陪妈妈在外面简单地吃了顿饭, 妈妈就感觉高兴不已, 这让秀金顿悟, 要珍惜身边的人, 秀金着急地赶到机场想挽留万数, 可怎么都找不到万数的身影, 就在这时万数打来了电话, 他激动地以为万数还没离开, 结果却是万数把手机放在了服务台, 是工作人员联系的秀金, 一年时间一缓而过, 秀金依旧在珠宝店做着销售经理, 他要用自己的设计, 去争取电视购物节目的曝光, 当他看到节目负责人时, 顿时感觉不可思议, 因为负责人就是大顺, 大顺不留情面地说秀金的设计图, 让秀金重新设计更新颖的款式, 而他这样的目的就是在针对秀金, 万数离开秀金后一蹶不振, 高尔夫球技一落千丈, 已经大半年没有比赛邀请过他了, 终于通过朋友得到了一次机会, 他回到了之前住的别墅, 但他并不知道这次的活动会再次和秀金产生交集, 万数出席好不容易得到的活动, 人气却大不如前, 一场千铃会下来, 连一张千铃都没送出去, 万数因为落差而感到沮丧, 偏偏在这时遇到了秀金, 万数出国后秀金一直有关注报道, 他知道万数现在颓废了, 故意对万数说了一堆难听的话, 表示万数越来越幼稚, 预告点困难就自暴自弃, 庆幸自己当初没有选择万数, 我没有选择呢, 真是太幸运了, 这番话把万数彻底激怒了, 但他还是觉得这一切都是拜秀金所赐, 大顺刚好撞见了万数, 他还没放弃对万数的幻想, 又捏造谎言, 说秀金把万数离开怪在了他头上, 一年前狠心把他开除, 还把他从家里赶了出来, 正让万数更痛恨秀金了, 但他并不知道, 秀金对他说那些难听的话, 只是想让他快点振作起来, 秀金难过的在宇达面前哭了出来, 宇达为了追到秀金, 这一年来靠着网络销售服装,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富豪, 可默默陪在秀金身边一年, 他清楚的知道秀金忘不了万数, 宇达不甘心的找万数喝酒, 宇达喝醉后, 说出了秀金一直放不下万数的事, 他不理解为什么秀金不肯给他机会, 因为, 我比你帅啊, 大顺告诉秀金他的设计入选了, 让秀金准备好一千份的存货, 秀金还傻傻地以为大顺念旧情帮了他, 可到了节目播出的日子, 大顺又告诉秀金他的设计被别家取代了, 秀金当场就爆发了, 他知道大顺就是在耍他, 领导被秀金闹出的动静吸引, 大顺又把秀金说成是想走后门的商家, 害秀金被保安赶了出去, 秀金看着准备好的货发愁, 又得知老年痴呆的妈妈不见了, 原来秀金妈跑到了万数家, 见到万数就一个劲的韩女婿, 万数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打给了他一年前在机场遗失的手机, 而这个手机现在一直是秀金在用, 通过这一点万数终于知道, 秀金在他出国那天去机场找过他, 秀金妈突然问万数是怎么和秀金求婚的, 万数把复仇计划被拆穿那天, 他准备和秀金求婚的事说了出来, 秀金这才知道那天万数是打算求婚的, 万数借着这个机会再次向秀金求婚, 秀金表示只要万数能在下场比赛夺冠, 他就同意和万数结婚, 万数瞬间变得斗志昂扬, 大胜的陷阱让珠宝店遭受损失, 秀金主动打电话向老板承认错误, 才得知珠宝店真正的老板是万数, 秀金又觉得自己被万数欺骗了, 但万数一年前收购珠宝店, 只是单纯的想帮助秀金, 大胜找到秀金, 表示他可以帮秀金处理掉存货, 条件是秀金要辞职并且离开万数, 但他并不知道秀金已经得知万数是真正的老板的事, 秀金直接戳穿了大顺的小心思, 原来你是用这种方式, 是用这种方式破坏我跟万数的关系, 紧接着万数又出现在大顺面前, 因为宇达已经把大顺的真面目告诉了万数, 所以万数要让大顺的希望彻底破灭, 他对大顺说了一堆绝情的话, 而秀金还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大顺, 与当伪装成总公司派来的检查人员, 拿到了大顺获奖的设计, 果然是偷拍的秀金的设计, 但秀金早在一年前, 就把这些设计申请了著作权, 秀金想给大顺最后一次机会, 让大顺解决掉囤积的货物, 可大顺还对秀金出言不逊, 秀金拿出了自己的设计图, 大顺本来还想否认, 秀金却直接说出了著作权的事, 大顺还是不觉得自己有错, 他表示自己不会让秀金得逞的, 大顺在秀金向领导举报之前, 主动提出了辞职, 万数为了赢得比赛和秀金结婚, 开始了疯狂的训练, 秀金挖衬着少数清醒的时候, 把自己珍藏的珠宝全部送给了秀金当嫁妆, 让秀金感动不已, 这次比赛万数靠着出色的发挥, 成功进入了决赛阶段, 可在决胜局的时候, 由于太想赢得比赛, 选择了一个难度极大的打法, 结果没能成功和冠军失之交臂, 万数沮丧地以为, 他和秀金就要这样错过了, 秀金却突然出现, 当着记者的面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他主动和万数求婚了, 有现实, 有爱钱的女人向你求婚, 兜兜攥着了九年, 万数终于可以和秀金修成正果了, 婚礼当天, 他特意让人守好出口, 不能再让秀金逃婚了, 秀金在入场时脚步突然停止, 现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而秀金只是想和万数开个玩笑, 两人交换戒指结为夫妻, 约定要经常一起看日落, 一直到他们慢慢老去,